这是百分数的题目 现在有个手离电话 在8月开卖 在8月和9月分别卖了220和187 在8月到9月的百分数减少了多少? 卖电话数目减少了百分之几 我们用回公式 新减够长够成100% 现在是-15% 这个负数代表百分数减少了 15%就是这个数值 如果计算负数 就要加回答句 Dequised by 照差多少% 因此答句就是Dequised by 15% 如果Decay Factor保持不变 即是连续多个月 一直不变 问12月就买了多少部电话 首先说什么Decay Factor 就是因为每个月都成一个固定的数值 令到整体的数值减少了 这个紫色的数值就是Dequised by 15% 1-15% 这是我们的Decay Factor 为什么呢? 因为每个月都比之前的月减少15% OK? 我们算了出来 所以下一个月又要乘一次1-15% 再下一个月又要乘一次1-15% 一直乘下去 这就是固定的Decay Factor 这个次方为什么是3 因为由9月到12月 它经历了三个月 三次 所以销售额减少了三次 所以就会是外面成三次方 即是1-15% 这块紫色的数值有三个 所以算出来就是114.84 去到Corrected Nearest Integer 就是115 再加回答句 就是在12月就卖了115部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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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